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再次感谢Andy来参加我们这次的采访 我是陈帆来自于Prime Media 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您目前与匈牙利之间有哪些业务呢 好的 陈帆 谢谢 首先呢 我想讲一下 我们公司中飞航Demirco 它是作为一家全球运营的物流服务提供商 那么凭借遍布全球 以及在匈牙利当地的一个服务行销网络呢 还有和当地策略联盟代理的配合支持 多年来 我们一直为广大客户群体提供完整的空海运 还有多市联运等相关服务 尤其近两年 因为随着跨境铁路中央班列业的业务 快速兴起和蓬勃发展 我们也一直致力于相关线路的推广和服务 目前我们每周都有固定的中央班列业铁路 冰箱还有整柜的业务 包括进口和出口部分的业务 从西安到布达佩斯 现在是每周两班 从布达佩斯到西安是每周一班 运营货量很稳定 而且在不断增长 谢谢 谢谢 就是咱们的这些业务 它目前连接了哪些城市 或者说主要投放的是哪些市场呢 目前我们现在涉及到的中央班列主要的业务 我们的做法是把布达佩斯做为在东南欧的一个转运节点中心 对 谢谢 陈帆 非常好 我自己个人还非常好奇 就是我们公司发往匈牙利 或者说欧洲的这一批货运里边 您知道大致都包括什么样的产品吗 就我们操作的货物的品类 货源品类而言 出口的部分 主要产品包括汽车林备件 服装 玩具 鱼具 白色家电 还有其他的一些家用小电器等等 进口的主要产品就例如咖啡机 工业设备 纺织品 还有像户外运动产品 还有一些家具之类的 对 陈帆 谢谢 了解 那我们这边选择匈牙利 尤其是这个布达佩斯它作为我们一个铁路货运的中转点 您觉得 或者我们公司选择它的优势是什么方面呢 我们认为这个优势主要是在于厂战 我们考虑就是布达佩斯当地场战的作业能力 还有它相关铁路的分拨网路和通路 尤其大家知道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的时候 从中国到布达佩斯有宽轨直达的铁路 从中国西安 比如说像从西安出发 他经过阿兹克斯坦 俄罗斯 乌克兰这些国家 在与乌克兰的边境口岸 在获尼 换装宽轨 然后这个线路的时效 应该是比图金马拉的传统线路 要快7天左右 那么最快的时候 应该是12天到14天左右 就可以到达布达佩斯 所以另外布达佩斯有完整的后端的铁路 分拨的网络通路 就是当货物到达布达佩斯以后 可以再通过铁路继续分拨 发送到布加德斯特 康斯坦查 斯洛维尼亚的康普尔港 还都伊斯堡 杜堡 汉堡等等 时效就是两到三天就可以到达 这个都是在我们看来 布达佩斯它作为铁路货运中心的一个优势 了解 谢谢陈范 谢谢你 匈牙利或者布达佩斯 它的作为一个铁路位置 或者铁路中心 相较于维也纳的铁路中心 或者布拉斯迪拉法 它有哪些优势呢 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呢 因为布达佩斯首先它是中亚 进入欧洲的第一个铁路分拨站点 它有发达的铁路网络做支持 而且它是位于东南欧的中心位置 辐射范围大 至于你说像维也纳或者布拉斯迪拉法 据我们了解 到目前为止从中国到欧洲 几乎还是很少有客户选择 直接订仓到这些点 而且目前中国的铁路平台公司 没有设计相关直达点线路 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通过其他站点再次分拨过去 会大大增加转运时间 所以对中国的铁路公司而言 我们感觉可能维也纳或者布拉斯迦拉法 似乎好像还不是一个优先选项 这也许是因为产业结构等等的问题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您选择进入匈牙利的首选线路 或者是首选的边际口岸会是什么呢 以及选择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在俄乌冲突之前 我们首选选择的边际口岸会是扎霍尼 这个口岸大家都知道是位于 匈牙利东北部 与乌克兰接壤的边际地区 算是欧亚大陆桥铁路运输的一个重要节点 它应该是在半径100公里内 就可以到周边的五个国家 然后铁路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都可以提供支持 交汇 铁路网络也是四通八达的 邻近独联体和欧洲的两大市场 而且宣传利和中国企业有很多合作项目 在这个地区都有很好的一个投资环境背景 但是由于当前局势 扎霍尼口岸是处于一个封闭状态的 所以线路不得不调整为经由之前传统的波兰马拉方向 了解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您平常跟我们业界同行交流 或者您自己选择路线的时候 您听说过有一个新的场站 也是位于匈牙里叫做芬耶斯利特克吗 对 我们是有关注到 有关芬耶斯利特克的项目报道 怎么说呢 据我们所知 这应该算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事实 是在建立欧洲最大最现代化的 陆地联运物流中心的场站 我想如果它的建成实施 确实能与中国和尤其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交界的重要枢纽 多斯托克 如果能跟多斯托克形成联动和协调作业的话 那相信一定会进一步强化 它在中欧班列整体运营过程中的定位 还有参与的程度 但是到现在为止 可能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些操作的实践和经验 可以分享和可供参考 对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来作结吧 刚才与您的采访中也听到了 匈牙利其实在中国它是有 在业界都是有非常好的名望的 那如果您来做一个总结 你觉得它有这么好的名望 原因是什么呢 谢谢 这个我想原因可能会有很多吧 至少在我们看来 首先匈牙利它是欧盟的成员国 而且它也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最大的投资伙伴之一 尤其是大家都看得到近年来 双边的贸易 中国跟匈牙利双边双方的贸易不断创新高 而且尤其是近期不断都有很多 很具有示范效应的投资项目 甚至是一些明星项目 这些都代表着政策的红利和一个稳定性 而这些呢 尤其对于我们这些物流服务的这种从业者来说 尤为重要 应该说是非常看重的 特别是在眼下充满不确定性的当前形势的今天 谢谢陈帆